HELLO大家好,我是冰冻 那这个影片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燃烧成长计划的这个活动 那这个活动呢,它其实是属于一个课金活动 只是目前讨论的人是比较少一点 那有些人在研究说这些东西到底要怎么样去 才能赶快的去把它的燃烧金币 收集到对应的这个量来换取一些道具 那首先我们现在看一下它的活动时间 大家留意一下 它的计算时间是从9月21号开始算 一直算到10月12号 注意一下,它只算到10月12号 并不是算到10月26号 所以据今来说今天9月30 剩下两个礼拜不到的时间可以去收集 这个大家要留意 那它下面发放这个金币的时间 就是在这个表格里面 我们就不再去赘述它 投入的方式呢,简单来讲就是 你有去挑战你的守护星、文养或是爵位的时候 就可以来获得这个对应的这个燃烧金币 那比例上呢,它写在这边 那这些燃烧金币呢 它可以拿去制作下面这些东西 这边怎么看呢 它其实有点类似买山送一的概念 我们帮大家整理成另外一个表格 好,从这个表格上呢 你可以看到 如果说我们消耗了一罐祝福圣水大的 会拿到10点的10个燃烧的金币 那根据刚才那个表格呢 它其实就是相当于 你只要吃3个祝福圣水大的 你就可以去换一瓶这个大的这个圣水 所以这个是买山送一的概念 那后面特大的圣水啊 文养重置啊 或者是守护石 以及高级祝福粉末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比例啊 就是3比1 消耗三个单位 你就可以换到一个单位 同样的这个东西这样子 所以这边如果说你没有要去换 譬如说什么变身卡箱这些东西的话 你要把你的 譬如说圣水啊 投资给文养之后 再把它赚回来 再投资一次 这个方法也是可以的 好,不过呢 我们反过来说好了 我们先回来看一下这个表格里面 他最后呢 这边有提到几个比较 算是比较高阶的东西 第一个是红便 红便卡箱 第二个是这个红瓦卡箱 再来是红祭箱 这三个东西呢 需要的燃烧金币是1500 1500 以及1000个 这个数量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我们要拿到这么多呢 势必要去挑战非常多次的这些东西啊 那我们透过一个表格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说我们要收集到1500个这个金币的话 大概要做多少次的动作 好,那这个表格呢 我们先看一下 英雄变身卡箱 英雄变身卡箱 制作需要1500个燃烧金币 那如果要收集到这个东西的话呢 我们可能需要 消耗150个大的圣水 或者是15个特大的 或者是重置纹样 375次 又或者是消耗187 算188个这个守护石 或者是消耗45万个这个高级祝物粉末 你可以看到这个数量呢 基本上是非常多 所以你要透过单一项来完成 基本上是很难的 好,当然有一个东西除外 纹样重置以及守护石这个东西 这两个东西是你可以无上限的 用你的这个蓝钻去跟它拼 但是这个成本说实在 硬拼的成本太高了 好,所以这个怎么做呢 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里面呢 其中有个东西叫做 祝福圣水大的 对不对? 那我们这一个礼拜的这个商城组合包里面呢 就有一个东西叫做 麦娥的闪量补给箱 这个里面呢 有5个祝福圣水大的 所以呢,这边买完 每一天你就可以拿到50的这个点数 那另外呢 右边有这个拉拉的神秘箱 它里面呢 会有这个三个高级祝福粉末箱 那这里面就是开随机的 500到10000 这两个方式呢 都是大家可以去挑战的 好,那如果说算起来的话 因为这个东西啊 它只卖了两周 所以两周如果把它算起来的话 顶多我们只能拿到700个粉末 这个数量上还是相当的不够 好,那这时候呢 我们还有一个方式可以去用 好,我们来看一下 从制作里面呢 我们可以透过祝福福利卷軸 来去做守护石 然后呢 来强化我们自己的这个星盘 那另外一个方式呢 就是透过制作高级祝福粉末 好,那这边的话呢 其实有两种 一种是这个15个袋子 然后呢 做一个箱子 那账号限定24 另一种是这个 高级祝福粉末箱10个 这个的话呢 只要88个袋子 你就可以去做 但是账号限定一个 那如果你要做的话呢 我建议是先做这个 因为 刚才这个是15个袋子 做一个粉末箱 但是这个高级的10个呢 它是只要88个 就可以做10个粉末箱 所以要做的话呢 这个先做 好,那如果 从粉末部分来挑战的话 我是觉得 可能还是有点难 毕竟 只透过这些箱子 应该是不够的 除非你每个礼拜都把它买满 所以呢 我觉得目前来说吧 相对容易拿到的 大概就是从守护石的部分下手 你消耗一颗守护石 就可以获得8个这个燃烧金币 所以如果你 所以如果说 你有在打这个祝福福福利卷軸 或者是你有在买你们 制服器里面的祝福福利卷軸 这个的话 累计的速度就会比较快一点 不过话说回来 这个活动 它目前办到现在 其实很多人会想要拼这个活动 只是呢 以目前来看 如果说你要在它的活动时间 也就是10月12号之前 你要把它完成的话 基本上来讲 你的课金压力会比较高一点 所以如果这个活动呢 可以再延长一点的话 我相信会有更多的玩家 会愿意去参加这个活动 那这个影片呢 我们就跟大家分享 刚才所说的 你要如何去弄到这些材料 然后来消耗它 然后获取这个燃烧金币的方法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我们这个影片就分享到这边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